说到电漫这种鱼类的时候 想必很多人总会将它与危险联系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不少人就喜欢去挑战这种危险 然后就驯化出了线灵电漫这种观赏鱼 在水族市场它们十分受欢迎 人送外号黑魔鬼鱼和魔鬼刀 你还别说这称呼和它挺合适的 魔鬼鱼喜欢咒服夜出 主要原因是视力不足 基本上已经全部退化 眼睛也就起个摆设作用罢了 所以对于它们而言 白天和黑夜所面临的环境 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于是它们就开发了两种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一 线灵电漫的身体 可以发出微弱的电波 也叫电磁波 这些电波可以起到雷达作用 特异功能二 线灵电漫本身也具有放电的能力 但更多的时候 线灵电漫并没有将放电 当作是攻击其他猎物的武器 而是当作了自己的眼睛 通过释放弱电流 可以感知周围环境 不过呢 线灵电漫虽然被人类 驯化成了温顺的观赏鱼 但是它们也会放电攻击 而且繁殖起来也并不容易 除了对环境条件要求 比较苛刻以外 线灵电漫还有吃鱿鱼的习惯 所以混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了 本期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